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你好 我是戴中人 这里是亚洲很想聊 日本已经改革了 同时日本现在有新的首相岸田文雄 这个新的首相上任之后 他和习近平通了电话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日本的内阁当中 防卫大臣岸信夫是留任的 岸信夫在过去被认为是对中国的强硬派 不过在同时我们也看到 曾经说过如果台湾有事 日本就有事的中山太秀 他原来是这个副大臣 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 原来是防卫大臣的副大臣 但是他已经离职了 那么换句话说 他这次并没有延览到入阁 那么看起来 那么这个新的布局 似乎有不同的这个指标存在 到底日本的新的首相 他对中国的政策是怎么样呢 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 对整个亚太地区会造成什么样的 不同的改变吗 今天我们节目呢 将专访一位教授 他是中国大陆的问题专家 同时也是国际政治的专家 他是东京大学的教授 松田康伯 欢迎松田教授 欢迎您 代主持人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目前松田康伯教授呢 他是在日本他的大学里面的研究室 我想一开始先请教这个松田教授 就这次我们看到新的首相 安田文雄他上任之后 那么他跟这个习近平通过电话了 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说 他特别设立了一个首相辅佐官 来专门处理所谓的人权问题 这代表说他对中国大陆 要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吗 特别在人权问题当中 那么另外他也说 对中国呢 那么坚持该主张的主张 是不是能够请教您什么叫做该主张的主张 他的中国政策到底跟过去的日本首相 有什么不同 同时他个人的形式风格是如何呢 基本上我认为是日中关系的 最大的关注点就是结构 结构大于个人的这个风格 那么这次四位自民党总裁候选人 他们都对中国的政策是大同小异 基本上是这样 因为现在中国崛起以后 越来越咄咄逼人 然后过去不敢做的事情就开始敢做 那跟中国 跟日本之间的话呢 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间隔群岛 中国名叫条鱼岛嘛 那么这附近一直都施压 而且是压力越来越升高 今年还通过了海警法 那日本国内基本上很多人都认为 中国的海警船在这个间隔群岛的附近的海域 开枪的时间点应该是迟早的问题 所以这个这是2008年以前 一艘都没有的 但是就是一直都增加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不管是谁当首相 应该是对中国是这个警戒心是非常的强烈 我觉得这个结构大于个人 不过个人也有一些不同 因为岸田是在自民党里面算是个鸽派 鸽派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自由主义学派的这个色彩是比较浓 其实它也是新的人权方面 它也是有点是落伍 不过基本上像这个比较传统的人权方面 它有一些坚持的理念 还有核武器的减少 这方面因为它是广岛出身的 所以它的鸽派的色彩比较强 那鸽派的人士呢 就看一下这个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对人权方面对中国比较强硬 那么保守派是如果有利益 有共同的利益 那就在人权上就是可以妥协一点 比如说像美国的尼克逊也好 或者是基辛吉也好 这些人是保守派 那种现实主义的人 人权问题就在一旁 只要有共同的利益就可以合作 但是这个学派的人 liberist就不一样 所以这一点有可能是 对中国比较强硬一点 它也支持人权的制裁法的这种想法 但是这个法律还没有通过 也还没有提出 宋敬先生你刚刚提到一点 我特别好奇 您刚刚说日本现在评估 或是您评估 那么中国在于 这个所谓的尖克群岛附近 会开枪 您指的是说 这个防卫队开枪 还是指的是说 中国会在那边主动开枪 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 是中国的海警船 中国的海警船 海警船 应该是对日本的渔船 或者是对日本的海保的巡视船开枪 它有这个权利 就是明文规定 已经变成他们的任务了 所以2005年 他们内部决定要在敏感的海域上 进行巡逻 2007年 他们在南海有做 但是在尖克群岛附近没有做 压力很大 2008年12月 他们就第一次根据这个内归来行使 所以只要有这个法律 那他们内部一定有一定的这个压力 您可以告诉我们 日本对这样的情形 有做过所谓的沙盘推演吗 我不知道政府内部有没有在做 但是在民间的智库里面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声音 所以今年的前半年 我就是在日本国内的警戒心 这是异常的升高 同时这个从今年三月以来 由美国来带头 就是呼吁大家 关注一点台湾海峡的状况 那么一连串的这个会议当中 都提到了台湾海峡的和平 这个安全稳定的重要性 那么在日本国内呢 中国是不是会不会打台湾 这样的这个讨论 就是开始起来了 所以很多人认为 很多人以为中国是一个疯狂的对外扩张 一般人大部分都是这么认为 接着我们访问的是松田康博教授 他是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 过去呢松田教授也曾经担任过 日本防卫省的防卫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官 那么他对亚洲的政治外交史 跟中国和台湾的政治都相当的这个熟悉 刚才我们聊到几个敏感的这个问题 同时我们也提到说 习近平曾经跟这个新的日本首相 他们通过电话 我看国外的媒体报导说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通电话 那么表示这是一个善意的这个释出 但我们知道现在美国跟这个中国 基本上已经展开了一次对话了 那么这种情形会不会有助于 那么日本的新的这个内阁 跟中国改善关系呢 我刚刚介绍的是一般社会的观感 但是这政府里面的这个精英官员的观感 是不太一样 他们知道透过这个外交的管道 可以了解到对方在想什么 对方释出的这个讯息是什么 那目前为止中国是稍微 把身段放下来 跟美国也好 跟日本也好 再进一步改善跟拉近关系 这是很明显的 我们专家们都看得到 但是它会不会成为一个 大幅度改善关系的一个开端 这很难说 因为中国是有很多部门 都听这个习近平的话 那但是外交部是受到指令 要改善跟外国的关系 但是这个解放军可能会收到 这个习近平的命令 主权方面绝对不能退让 那国家安全部收到习近平的命令 这个收集国内情报的外国间谍 一定要统统都把它抓起来 那能改善跟国家的关系吗 这样的状况一直都发生过 所以它的主观的意愿 主观的想法 跟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 发生的事情会有落差 我特别好奇 刚才您提到了说 日本的社会的大众认为 现在的这个中国是比较疯狂的 但您说这个在日本的政界的精英 不太一样 您的意思说日本的精英 他们是那么站在国家大政上面 是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 所以跟日本大众不一样 日本大众这种感觉是由何而来 是因为日本媒体的关系吗 中国本身的行为 这十几年就改变了态度 尤其是对这个周边 比如说对邻国 对日本 对印度 对越南 对台湾 台湾当然他们不说是邻国 但是对外的行为就是越来越强硬 那么当然这个日本媒体 现在全世界的媒体都提到 中国的这个对外行为的问题 还有他的态度 所谓的战略外交 战略外交不是正式的名称 但是大家都一听都了解 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的那种表情 口气用词都让这个外交的人 觉得他到底是不是外交官 这个非常的这个高傲的这个姿态 那以前是比较少见 日本人也听不懂这个中文 但是最近越来越多的这个事情 就越来越多的这个发言 大家都看到了 听到了 那就觉得这个中国怎么变成这样 以前还有一点这个笑脸公事 现在 现在真的是战狼了 那所以这种比较贴标签式的这种说法 大家都可以接受 明白 政府里面的官员是不一样 尤其是外务省的外交官 日本的外交官是这个了解 对方到底在想讲什么 因为中国人也好 其他国家人也好 就是爱面子 所以就是在态势来讲 自己受到了欺负或者是被批评的时候 在表面上一定要多说几句 就是骂回去 但是实际上 中国也已经陷入了相当困难的状况 这是在就是在外交的途径上 或者是这种就是非正式的谈判里面 可以可以稍微停下 可以暗示一下 这是政府的官员里面可以了解的事情 我觉得这美国的国务员也是一样 如果您现在在我们的clubhouse 那么您可以及时听到我们现场的这个对话 那么我们也欢迎其他的这个听众朋友能够加入clubhouse 同时您可以跟我们现场的嘉宾对话 不过我们提醒您 我们未来会开放现场 再过这个一二十分钟之后我们开放现场 您进到我们现场来 您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表达您的意见或看法 同时您的谈话 我们也可能会剪接在全球播出 您像所收看的收听的节目是亚洲很想聊 今天接受我们访问的是东京大学的松田康博教授 各位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他的中文讲得比我还要好 您在中文在哪里学的 中文在哪里学的 孙明老师 我是在日本的大学专攻中文 也在台湾留学过一段时间 所以您在台湾这个对台湾应该很熟 很多老朋友在这边 很多 我在两岸三地都有老朋友 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访问您 刚才我们谈到了说 您刚提到战狼外交的确让全世界开始 对中共的这个新的这个做法跟强硬的态势 有不同的观感 甚至有很强烈的这个反感 因此我们看到一股声浪 就是要去抵制在北京所举行的冬奥 你觉得这个抵制的这个声浪会影响日本政府吗 换言之日本政府会参与抵制吗 日本方面因为可以说是这个最前线的国家之一 那日本是希望中国就是收回现在的这种对外强硬的一些做法 希望他回到以前的这个 桃光养晦的这个作风 如果继续扩张 就是不怕冲突 这样就继续下去的话 日本只有找自己的朋友 增加自己的朋友来应对 也就是说 就是阻止中国的这些行为 所以我觉得大概这是一种结构 也是一种趋势 日本会参加的 原定原来习近平要到日本访问的schedule是往后延的 那么现在这个新政府会积极的去邀请习近平吗 是不是积极很难说 现在气氛不好 但是有新冠疫情的关系 所以双方都说 现在还不是时机 所以以拖待变 那么明年的这个北京的冬奥会 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前 大概是不带会 但是奥运会结束以后 他们要迎接这个共产党的二十大 那二十大之前 中国会变得更加的谨慎 任何一种 任何一个小错误都不敢犯 所以我觉得最早的时机 可能性是明年的二十大以后吧 我也发现 不论是在美国 甚至在欧洲的有些国家 现在这个反中 一部分是中国本身 所造成的这个结果 另外一部分 就是在选举当中 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来吸引更多的选票 那我们知道 马上自民党在这个月的下旬 就要进行这个选举了 众议院的这个选举 所以在这个时候 日本内部反中的情绪 会不会反而更加的高张上来 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点就是 日本的自民党已经希望 那他们的这个政策 之一就是国防预算 从过去的GDP的1% 要提升到2% 尽管不能够立刻提升 但是已经announce这个方向了 那这个announce 我们知道日本在过去 特别是二次大战的关系 所以他的军备的这个增加 向来是一个敏感的这个问题 当自民党他这样公开宣布 这个新的这个政策的时候 在日本国内的反应是什么 同时在日本的政界 有没有去想过 中国大陆的反应会是什么样子 会不会被扣上一个 军国主义复活的帽子呢 好的 那个 其实是比较保守派的 或者是右派的这种主张 是在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时候 达到了高峰 因为自民党总裁选举 有党员的投票 这次是这个不只是国会议员 还有党员的投票 党员的部分是一半 上一半 所以他们一定要拉住 这个比较右的群众 但是下面要展开的是 众议院的选举 众议院的选举是从左到右 中间的比较多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全民的这个选举 所以他会比较淡化 但是他一定要保住 这个右边的这个选票 这一点岸田已经做了部署 因为岸田总裁 岸田首相的诞生是 依赖安倍跟麻省 这两大这个势力 他们的派系 安倍虽然离开了派系 但是他原来的派系是最大的 那么麻省也是非常重要 那他们的主张是 对中国一定要这个抵抗 很多人都说这个强硬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中国那样步步进逼 为什么我们不能抵抗 我们稍微抵抗 就被人家说成强硬 我觉得台湾也是这样 常常被人家说强硬 我觉得很奇怪 你被人家打了 我说你不能打 你要打的话 我也会打你 这个叫做强硬 所以说这个 不过不管怎么样 就要保持这个 这种比较有力度的 这个政策 自民党总裁的时候 已经就是提升了 那么经过讨论 右的部分 右的选票已经掌握住了 那么下面就是 众议院选举 他会提出更多内政方面 因为一般民众都不太了解 也不太喜欢听这些外交的事情 外交的事情是稍微低一点的 所以我觉得是不会高涨 大概是持平 大概是这样 好的 我刚刚提到说 在他们把国防预算提高的这个部分 您的观点怎么样呢 日本的财政赤字是世界之冠 尤其是在发达国家里面是最多 所以这也是一种选举语言 因为日本的这个防卫预算 确实是太少 所以要增加 但是增加的也不是说 你要增加就能增加 一定要先做好计划 那么今年年底前 要制定国家安全保障这个战略 以及防卫计划大纲 防卫计划大纲 是五到十年的这个 防卫力量的建设计划 那么也有中期计划 所以制定这些计划当中 日本到底要建设 什么样的防卫力量 攻击性的武器 到底要不要建设等等 这个讨论 大概是在今后再两三个月 会进行密集的这个讨论 那明年1月到4月要 3月要编预算 它会反映出来 所以不可能一步到天 大概是慢慢慢慢的提升 现在新冠疫情的这个方案 经济振兴的方案 都需要钱 都需要钱 不可能一步到天 其实日本的国防预算要增加 我记得在安倍时代 就已经提过很多次了 那现在中国大陆的威胁 或是它的态度 是不是反而给予了日本机会 能够比较顺理成章的 把这个预算提到成为GDP的2% 是不是是一个机会 这是机会 还是对于爱很难说了 因为日本一直都奉行 轻武装重经济的政策 那么现在如果要增加 这个防卫预算 对日本来说 对整个地区来说 是非常不幸的事情 但是我们观察一下 中国的军费 中国的军费是从1989年以来 就猛烈增加 它的起点是低 这没有错 但是不管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都减少防卫预算 或者是持平的时候 它还是两个位数的增加 它不是因为它是感到害怕 所以不得不增加 它想要压倒日本 压倒台湾 压倒美国 所以当它那么 就趁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机会 猛烈的增加 军事开支 而且它只是一部分 这是隐性的 这个国防开支 会非常多 所以我们也是不得不增加 台湾也应该是如此 你看韩国 韩国的国防预算 再过几年会超过日本 它是总统是鸽派 但是它国防方面的努力 都没有停止 所以日本也好 台湾也好 就是过去没有做好的事情 现在一定要改善 好的 我们把焦点回到台湾 台湾在前几天 这个庆祝了国庆 我想你也知道 蔡英文总统 他发表他的这个谈话了 在演说当中 除了蔡总统 强调四个坚持之外 有一个备受大家所关注的 就是 他说这个中华 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民国互不隶属 当然现在我们看到 在中国的方面 他们的态度认为 这是一个两国论 您的观点 那么如果说 中共他认为 这个是两国论 那么台海的情势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同时在蔡总统 他发表这个谈话之后 其实在台湾内部 也有所争论的 所以日本人怎么样看待 那么蔡总统的 这次的这个政策的 这个宣示呢 日本人怎么看待 很难说 因为很多人都听不懂 但是 基本上 现在在日本 对台湾友好的声音 是比较多 所以没有把它当做一个问题 基本上就是听不懂 跟这个 就是什么 政府时代的说法 跟这个蔡政府时代的说法 有什么不同 这是只有专家们 才能看得懂的事情 那么互不隶属 这种意思是 就是说断了 就是很果断的 说是两个主权是互不隶属 那以前是自权是怎么样 主权是怎么样 自权主权都分开 然后互不承认 互不承认是主权是 这个可能是重叠的 但是互相都不承认 政治时期 互不承认 但是这次的说法 互不隶属 互不隶属 是主权根本就是没有重叠 所以 这个意思是 非常的坚定 大陆方面一定 非常的深情 但是 所谓两国论 特色国与国关系的 这种论述 是1999年提出来的 是 之前为止 两岸没有战事 所以 这个 就算是 他提出了两国论 并不等于是 马上要开战 所以 这个 两岸的 这个战事 是 很长时间都没有 改变这个现状的 这个门槛是非常高的 而且是 中国方面 一直都主张 坚持和平统一政策 这次这个辛亥革命110周年的时候 也是这么讲 他也没有提到 这个 绝不放弃武力 也没有说到地洞三摇 也没有说 一定要两岸 一定要这个 延伤 这个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所以 他就 退到 原来的 比较 最温和的 这个版本 因为 整个环境 都对他不利 那美国也 希望他 安静一点 这次也没有提到 头破血流 所以说 这个 这次 我们看得出来 中国是 虽然 他的调子 他的内容 内行是没有变 但是他的调子 会稍微 这个 缓和了 所以 所以 大陆方面是非常生气 就是 台湾 蔡英文政府 就是称人之位 在看到我们 最困难的时候 就一步一步的 就像一些香肠式的 进行台土 这是他们的看法 不过 中国大陆的 这种 台土的版本太多 台土的种类太多了 连那个 辉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 都变成台土 那整个 台湾人民 都变成台土 所以 他是什么 反正看到他们 不喜欢的 他一定会 批评 一定会骂 但是 一定要仔细观察 他真的会诉诸 一个严重的行动 他一定要 这个观察清楚 目前还不至于吧 是 我们稍后马上 开放 Clubhouse的 这个现场朋友 能够来跟我们的嘉宾 对谈 提出您的这个问题 不过刚才您提到说 日本的民众 听不懂蔡总统的 这个谈话 我可以理解了 通常一般的老百姓 对于国际政治 其实是有相当的 这个距离 可是日本政界 因为在过去 其实美国对台湾的 这个政策 那么基本上 他是两边 希望能够拿捏平衡的 那在日本的政界 不论是现在 或者是以前的 这个内阁 他们如何看待 那么类似两国论的 这种 台湾的这个政治主张 因为台湾的 这个台海的情势 毕竟会影响到日本 而且这个 在正式的外交关系当中 我们可以说 日本跟这个中共 是有正式外交关系的 因此在所谓的 One China的这个状况之下 日本是怎么样看待 那么台湾政府的这个政策 过去到现在 这也是我们永远活在一个 这个相对的世界里面 没有绝对的世界 就是说20034年的时候 因为台湾 就是当时的 陈水扁政府 要举办公投 那么公投 以前大陆是说 公投就是战争 但是公投并没有导致战争 这是一个结果 但是当时来讲 是很危险的状况 所以国民党也好 亲民党也好 都反对它 那个时候美国 我小布什政府 也是就是不支持 这个陈水扁政府的这个做法 日本政府也表示这个关注 就是希望任何一方 都不要改变现状 不要刺激对方 当时的观感是 台湾方面为了内政的需求 为了选举 就是擅自的改变现状 有这种印象 我觉得这是有点过分 但是还是全世界有这种印象 对台湾有这种印象 现在不是 现在是谁正在改变现状 是中国大陆 这是一个共同的观点 但是虽说如此 台湾方面 希望台湾方面也不要刺激大陆 大概是这样 那么台湾是明年要迎接九合一选举 九合选举之后 马上就进入总统和立委的大选 那么台湾方面如果要提出新的论述 新的护照已经拿出来了 新的论述 如果要提出来的话 明年的双十节太晚了 那今年提出来 明年就是已经变成现状了 所以明年就是维持现状就好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都认为 如果要提出新的论述 应该是今年 他提出来了 提出来了 这外界的观感是没有太大的反弹 只有中国大陆 现在中国大陆说的话 可信度 信任度在全世界都降低了 所以对蔡政府来说是比较有利的状况 是的 好 我们现在在Clubhouse现场 有一位听众朋友 弯弯 我们欢迎您进我们现场 你好 然后那个松田老师好 你好 请说 没有 我想问一下那个松田老师 因为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美国跟日本 最近不管是在军事上 就是对于中国的动作还蛮大的 那我自己会感觉起来 是不是 因为我知道美国或日本 他们都有卫星可以看到中国 然后就加上是最近习近平 最近这一两年 或是说最近半年 他做了一些打勤民营的 企业的动作 然后加上他一连串的作出 加强那种民族主义 那我的感觉起来 是不是美国或是日本 其实都蛮会担心说 也不知道习近平 真的会不会去对台湾开战这样子 那我想看一下 就是说在日本这方面来说 是怎么去看的 因为我的感觉起来是 习近平他比较 就是说他的位置数 似乎让美国或日本 感觉起来比较难以判断 他不像可能中国过去的领导人一样 至少还可以抓得到一些的方向 但习近平好像有一点点抓不到的那种感觉 这个政府怎么看 媒体怎么看 专家怎么看 都有所不同 那媒体方面是 因为这个美国的重要的人士 都提到过这个 台湾海峡的兵凶单位嘛 那2006啦 07啦 05啦 以前都会 这个动物有这个可能性 他就是提出警告 那么媒体当然是非常担心 那一般民众也非常担心 但是这个政府的官员是看的比较冷静一点 但是看的冷静一点 但是现在的状况 如果真的要增加军费的话 防卫预算的话 也不算是坏事啊 反正就是这都是这个中国的自作自受的 自食恶果的嘛 所以他会这种做这种操作 我觉得是这个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台湾也好 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我是中国的相关单位的人的话 会气得不得了 因为中国一直都说 要坚持这个和平统一 而且这个在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里面进进出出 也就是在边缘的地方 也没有那么大的威胁 就是不打台湾是很明显的事情 美国人特意把它拿出来 当做一个绑架同盟过的一种工具 当做一个很种工具 这美国人很可恶 如果是如果我是中国人的话 我会这么认为 但是我说一句 这是自食恶果 因为中国的矛盾 就是1995年以后 他们的和平统一政策变质了以后 一直都是这样 他想要威胁台湾 孤立台湾 但是对其他国家呼吁不要介入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两名的事情 其他国家当然有利益在 所以一定会关注关心 所以这是199596年的时候 台海危机的时候 对美国人说 还派特使说我们不会打 对台湾是一直都这个威胁 那么美国政府当天就告诉李登辉说 他们说不要打 只有李登辉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他继续对中国提出比较硬的保卫国家的立场 其他候选人都吓到了 那要选一个总统的时候 一个是非常的气派 另外几个是好像是懦弱 那这完全是不公平的选举 但是中国还是这样做了 做了以后也没有检讨自己 所以他一直都在做 他自己陷入的一个陷阱 那对看到这个台湾的台独的 所谓台独的现象 他一定要吓呼他 但是一定要对其他国家绝对不能介入 这是绝对不能做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他自己导致的 但是刚才这个听众朋友提到了说 对习近平的这个预测 你觉得在日本的政界里面 认为习近平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吗 现在有这样的声音比较大 但是像我们专家们的话 认为习近平还是没有自杀愿望的 他是比较合理推论的 只是他的做这个施政的风格 让整个政府就是做不出一个合理的政策 他以为只要自己这个集权 就可以果断的正确的做出这个合理的政策 其实不是 因为他的集权是个人独裁 所以大家都要听他的 所以下面的人就是有自己的议题 一定要让他说yes 你要做 每一个单位都是这样 那么现场变成一大混乱 所以有可能他会做出很多不正确的决策 但是他自己是不是疯狂的人 很难说 他只是一个能力上有问题 能力上有问题 他可能是不太了解世界文明发展的理论 或者是说世界的动态 他跟周恩来邓小平不一样 他是比较像毛泽东 我的意思并没有夸奖他 就是没有国际观 就是没有在国外待过的经验 好 我们再要欢迎另外一位听众朋友 Vella 欢迎您 谢谢给我机会 我很同意松田老师之前把陈水扁当年 挑动国际关系 挑动台海关系 跟现在习近平 他挑动进行一些对比 当初陈水扁被人称为麻烦制造者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习近平 应该是麻烦制造者 但是对于这个 其实我对汪汪刚才问的这个问题 也是心有感触吧 但是我的结论 我觉得恐怕不是太看好 习近平的这个 虽然说他不是一个分子 但是因为他自己的局限性 以及他有一个特性 就是之前有别的老师有说过 他的一个特性就是牙齿必报 所以因为他这种特性 有可能会受到某种刺激以后 做出不同的事情 那现在最担心的是 他虽然说 虽然这次这个10月9号的讲话说 没有提到这个武力统一 好像后退了 但是我觉得很可能 这是他跟美国 或者跟拜登对谈的一个结果 暂时他在表面上后退了 包括最近几天军机烙台 也没有那么多了 但是今天刚刚有一个新闻 说在福建的三个靠近台湾的机场 已经开始修筑加强攻势了 那我很担心的就是说 这个会不会实际上 习近平开始招手一些实际的 有就是说对攻台有实际的 这个这个 他们有实际操作的一些 一些事情开始做了 因为军机烙台实际上并不是太有实际的意义 也许刚开始烙一阵子 进行一些电子侦查 或许有点意义 但长期的烙其实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那所以他现在是不是实际上有一点开始 又回到韬光养晦 但是找手进行一些实际的准备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吧 因为从拜登从这个贸易顾问代提 以及沙利文跟杨洁篪在瑞士的会谈来看 我们看的有点云里雾里 但是呢 从历史上的观点来看 我觉得很可能是美国政府 开始软化对中国的立场 假如习近平看到这种情况 他觉得美国的政府估计 由于阿富汗的后果 他觉得美国政府真的不会愿意插手 然后他实际上呢 是借了跟拜登说谈话 借坡下驴 但是呢 他实际上在进行一些实质的准备 最担心的是这一点吧 希望我的担心不会成真 但是不知道大家怎么评论 谢谢 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您的意见都宝贵格图 我们时间可能要掌握一下下 我们请中华教授 松田教授您回答一下吧 习近平也好 反正就是中国的一个国策 是要统一祖国 这个三大目标之一 他没有变 那解放军 为什么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呢 他是为了解放人民 而中国人民而存在的军队 所以这是涉及他共产党政府的一个正担性 他不会松懈的 他更不会停止 所以为了中产级的这个 他做部署 但是这个做法 我们要关注一点 我最近提出的一个观点是所谓一个强制性和平统一 这种新的想法是已经提出来了 这个从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一直都说这个要坚持和平统一政策 但是邓小平时代的和平统一政策是呼吁讲经国 呼吁国民党 透过这个谈判合作 第三次国共合作来实现统一的 现在也不是国民党执政 到底等到国民党执政还需要多久 也没有把握 所以这个透过这个谈判 跟国民党单局谈判来实现和平统一 这种这个版本的和平统一 已经几乎是就是不可能的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们也不能改变和平统一 如果改了那就不得了 那两岸的经济合作也不行 那美国日本整个地区都华人 一片华人 所以他也不敢改 那是什么样的和平统一 是现在的版本 是议论纷纷 就是有人说是枪口之下的 这个和平统一 有的人说是北平模式 这些都不是和平方式 这是共产党语言里面的 所谓的和平统一 现在是越来越接近这个方向 也就是说用实力 用军事力量 到最后可以占领台湾 先拥有这个力量 然后用政治的方式 排除美国日本其他国家的介入 孤立台湾 让台湾的领导人 让台湾的政府 这个认清形势 让他投降 那一兵一组多多不用被伤害 就可以圆满的和平的和平的统一 这应该是他们的想法 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他就是为了武力统一 做一样的这个准备 所以他是为了统一 为了武统做的准备 跟为了合同做的准备 已经是变成一样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们有军事的部署 不代表真的动物 好 我们再开放一位好了 我叫吴作来 对 我顺着这个松田教授的话说 这个解放军呢 他本来是要解放台湾的 那台湾以前被共产党描述为 被国民党反动派统治 是一种独裁的反动的统治 所以要解放 但是现在呢 这个台湾人民是自由的 民主的 而大陆是应该被解放的 所以他现在一个改名叫 中国国家什么统一中国什么 改成这样一个概念 可能更合适一些 这是一个解放军的一个话题 另外就是 如果台湾被征服了 被所谓的统一了 美国是不是能够承受 这么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这样这个南中国海 印太地区 完全被置于这个 中共的这个控制之下 那美国的二战成果 就包括朝鲜战争的这个 巨大的牺牲 全部都复制泡营 这个后果美国是不能承担 另外就是日本 更难以承受 因为整个台湾海峡 或南中国海都被控制 那钓鱼岛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而日本本身的这个国家安全 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一个是问一下宋田先生 日本是不是愿意承受 这么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另外就是 日本是不是能够复活 五四道这样一种传统的精神 那现在日本人是不是 很多年轻人不愿意 转入这样一个战争 谢谢 好的 来我们请宋田老师 您来回答说明一下 好的 解放军的这个名称 这是他们家的事情 所以我不予置评 这个到底是 这个台湾被 这个大陆 武力征服 美国能这个接受吗 日本能接受吗 当然不能接受 但是不要误解 如果用真的和平的方式 就是自由民主的讨论 都进行通过对话 然后这个两岸对话的 这个结论是要统一的话 那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都没话可说 无话可说 这意思是 应该是大家都明白的 我们并不是说 一定要台湾独立于 这个中国道路 不是 但是如果使用武力 这是这么 我们发展的这么好 还要使用武力来打台湾 占领台湾 这样的中国是 是个怎么样的中国 我们还可以跟他和平相处吗 我们还可以相信他吗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国土也好 国土也好 这个人口也好 那么巨大 这样的国家是 好好的把好好的台湾 摧毁掉 然后占领他 那是一个世界性的全球性的灾难 所以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大概是全世界的人都不能接受的 所以说这个 我们的这个任务是绝对不让这种事情发生 为了不让它发生 虽然是不得已 要增加防卫预算 就要增加 就要做出一些这个部署 就要做 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还有年轻人不行 不只是年轻人 现在的一系列的民意调查 在日本国内的民意调查 如果其他国家入侵日本的话 你会怎么做 我会站起来 就是跟他战斗 这样的人不到百分之十 大概是百分之六七左右 基本上就是请政府跟自卫队来处理 我要逃跑的人也非常多 武士道精神已经没有了 这个宋敬老师讲话很直率 我今天节目时间关系 不过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 民进党在蔡英文这个女士 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她其实就有一个经济上的policy 就认为这个台湾应该走向全世界 而不是依赖到中国 在去年的时候 蔡总统也提到说 那么我们要改变过去 把这个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这个做法 在前天 我看到中国大陆公布的这个数字 就台湾对中国的贸易 还是持续的大规模的增长 在前三季我们看到的 台湾对中国的贸易顺差 居然高达超过了1200亿美元 毫无疑问的 现在两岸关系是紧张的 但是在经济的交流当中 是出现了这个空前的这个热潮 那看起来民进党这个要改变鸡蛋 不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的策略是没有成功的 换言之 那么就您研究的观点 您觉得台湾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交流当中 这是一个正常还是一个过度依赖的这个情形 有可能要改变吗 或者有需要再改变吗 另外台湾的民众到底应该如何来面对 中国大陆的认知作战呢 这个问题很大 就是日本方面也是非常头痛 所谓的经济安全的议题 我们也开始讨论了 政府也正在这个找人 还要有一个大城市负责这个议题 但是这个是很难应对的问题 目前为止中美的泡疫也持续增长 两岸也是一样 日中也是一样 因为有这个必要 因为这个经济的动向是市场决定 所以说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 这是一个量的增长 而不是这个 就是每一个领域都有所增长 所谓经济脱钩的这个问题 是本来就有部分脱钩嘛 比如说这个军事技术跟这个航太产业 这个两岸也好 这个中美也好都脱钩的 他们是现在是这个 在高科技的产品里面 到底哪一些产品是算是涉及国家安全的 那设计国家安全的在进一步脱钩 以现在的讨论是到底在什么地方画线的问题 这个画起来的线的外面的事情 在量的方面稍微增加 也是市场决定的 所以没有关系 但是现在看到这个中美的状况 我觉得是就是安全安全化的 就是经济安全化的这个趋势还是有 还没有尘埃落定 所以要应该这个小心一点 然后类似的状况在中国也有 中国也想要这个经贸多元化 不能这个单独依靠美国 不能单独依靠这个台湾 所以要半导体要国产等等等等 所以这样的状况是有一种 可以说是全球化的一种倒退 倒退 我觉得到底是哪一个产品 哪一个领域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这个领域 这个一定要关注一点 我们现在只看到的是这个量的增加 那以后到底是哪一个领域是敏感 这一定要关注一点 好的 在明年就是台湾跟日本台日之间的 断交这个50年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这个日子 当然这是过去的这个历史 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那当然台湾跟日本也毫无疑问的 在最近这几年可以说进到一个关系 非常浓烈的这个时刻 虽然日本跟中共有这个建立外交关系 但是在中国所谓崛起之后呢 却使得中国陷入了一个孤立的这个状态 我们可以说中国台湾以及日本呢 这三角关系充满了微妙的利益 以及情感复杂的关系 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宋田康博教授 在日本东京大学接受我们的这个访问 同时呢 我们也欢迎您下次有机会 再继续接受我们的专访 同时我们谢谢我们频道上 所有的观众跟听众 那么收看跟收听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也希望在Clubhouse的所有的朋友们 你能够follow我们 那么随时你就可以获得最新的资讯 能够随时加入我们的这个现场 今天非常谢谢在日本的宋田教授 也谢谢线上所有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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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